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们又来开箱了 看我面前都是什么 没错 就是最近刚刚发布的一个小米N件套全家桶 然后我们都很期待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周围小哥哥们已经眼睛冒着金凶了开始 所以我就赶紧给大家介密了 我看看都有什么 有一个MIX 据说已经是第四代了 MIX 然后是一个无线充电的套装 有一个充电套装 然后咱们依次给打开看看 先开MIX 行 先开MIX 你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已经 那我也看看 我已经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还挺期待的 开丝了 我是激动人心的水 这是什么面色 影青灰 你看看 起零鬼子 怎么了 刚刚这影青灰是最好看的 你瞎我一定最好看 对 真的 看起来 小米八百对付真好 反正质量我已经感受到了 这个重量感 有一个小卡片 世界上 不对不对 世上没有完美 但总有人在追求完美 就整这种鸡汤 没有用的鸡汤 还有小小按字呢 全面屏开创是吧 再次创造全面屏 车谷路话就来回说就对了是吧 呃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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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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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包起来 开机了啊 同众们 准备好了吗 好 来 俊哥帮我激活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看这个盒子里还有什么 看有一个保护壳加说明书 看看里面 一个透明的手机壳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一个奇怪的说明书 然后这有一个120瓦的急速快充 真适合我 就是有点称 有点大 别的没关系 来来来来 120瓦的 充电线和卡针 好了 空空如也 没了 顺便咱看看充电插座 无线充电插座 看啥啊 这有什么可捞的呢 其实我觉得无线充电的鸡类 你又拿不懂 然后就只能放在那 还不能拿起来玩游戏 玩手机也就不用 没有什么用 这是什么呀 这是那个头 哎呦 我要撤回刚刚那句话 还挺贴心的 做了一个就是 叫什么 站立式的 无线充 这个材料 是什么呀 我还要撤回刚刚那句话 是那个充电器 好 这是不是也是那个 依旧是那个120瓦的 无线快充 是 是的 快充 哇塞 还行 上代是白色的吗 我都没有见过上一代的 上代也是你开的 你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只记得好看的东西 记不住不好看的东西 还行 这个还不错 哎 有没有手机让我 记过完吗 你真厉害 这又充上了呗是吗 财烈啊 这个 不是无线充吗 他还没有电 无线就是他 他可以无线 他充电里有无线 好吧 我高估他了 行了 那我们 镜头过来吧 我们看手机 哎 我发现一个大声啊 这上面竟然没有上头 就是前置 有一个眼 但是骗谁呢 你上头在哪 前置还行 上头在哪呢 这呢 我操 因为咱们今天时间紧任务重 我就简单给大家聊聊Mix 首先咱们这个屏下镜头的方案表现到底如何 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地方 这是一块分辨率为2400x1080的AMLine的显示屏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在不用强光刻意照射的情况下 是很难察觉到屏幕下方的这个前置摄像头的 其次这次小米采用了微钻排列的方式 在维持像素数量及RGB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缩小像素面积 从而减少遮挡 而且屏幕的PPI也达到了400 这样就解决了屏下镜头区域马赛克的情况 总而言之 从我目前的观感上来看 肉眼是很难看出破绽 不过看不出破绽只是一方面 那实用性会怎么样呢 毕竟镜头下面可是藏着一颗前置镜头哦 小米MIX4采用了一颗 两千万的像素屏下镜头 话不多说 好 咱们直播 大家感觉怎么样 小米MIX4的自拍是否合格呢 最后再简单和大家过以前MIX4的硬件配置吧 首发骁龙888 Plus处理器 后置分别为1亿像素的HMF主射 加1300万超广角 加800万前往长焦镜头 最高支持5倍光电 内置4500毫安电池 支持120W有线快充和50W无线快充 由此可见 小米MIX4的硬件配置还是尽可能会堆满 不过大家千万别着急 我们的评测已经在路上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 再见大家 拜拜